上次講香港新思那條片 就比我意義中受歡迎 酥子當然是吃著條水 拍多幾集啦 日日看酥子 有文化有taste 繼續講下去之前 想先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支持 我上次新思那條片 是介紹過中大文學碩士陳永康這本書 教授的兩個技巧 敘事書情和鏡頭專門 今天介紹第3色 信守占來 又可以細分為三招 我們看看鍾國強這首利元山道 In case對香港不熟悉的朋友 利元山道就是在銅鑼灣 大家看看開頭這幾句 是說便利店有冰冷的糯米雞 神早叫你起床喝一杯新超忌的鴛鴦 從鳳鳴大廈玩著手出來的人 有心心的黑眼圈 眨眼看上去是不是好像只是平淡的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 沒錯啦 信守占來就是教你用這些做寫詩的題材 仔細點看我highlight了那些字 你可以發現私人在玩文字遊戲 雞就叫人起床 起床就喝一杯醒神的鴛鴦 鴛鴦是一對的 於是拖著手出來的 再看這一首說清神的詩 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場景 和很簡單的事物 例如暖紅的杜鵲 就對應蒼白的杜鵲 靈車對應新娘車 背後喘出就對應突然不見 詩人是很巧妙的那張紅白意識串連起來 是一個回旋處出沒的紅白意識 有暗合輪迴 既遇生生不息生命永恆的定律 是有很深刻的語意在裡面 再看另一首信守占來的例子 就是福華街茶餐廳 大家留意一下句子之間的關係 直背的塌位和直不起背的主角 是對立的關係 容容和寂寞是對等的關係 還有這個漩渦和出神是因果的關係 其實整首詩都是說 這個主角在茶餐廳裡吃了個午餐 本來是很瑣碎、很雜亂無章的事物 竟然被詩人疏理出一些巧妙的秩序 詩人可以說是將計就計 將瑣碎作為主子 帶給我們對生活的反思 原來平淡瑣碎的事 都可以寫成一篇好詩 藝術本來就是源自生活 陳永康教的第四式 是散點聚焦 以這一首說上海淮海中路的思維為例 一開始以淮海路上的法國不同 還未做好謀盛的準備來開始 以及結尾 一方中就是比喻 城市在飛躍建設之中 經濟起飛 有些混亂 居水馬龍 東方西方復古時魔地混雜 硬件的建設就很發達了 至於軟件又如何 城市裡的人還是處於迷惘的狀態 比較滯後與硬件的發展 日方中之後這些詩句之間 好像沒什麼次序 好像是集亂無章 但其實也有一個共同的焦點 就是上海市民還未做好適應繁華盛勢的準備 詩人從淮海中路的面貌歸納出發展中城市的軌跡 深水晶的觀眾都會發覺 這段影片全部的詩都出自中國強的手筆 這位詩壇前輩都獲過很多獎 除了中國強的詩也會介紹一個詩壇新秀的作品 就是我的數字了 《南巴勒海峽的船》 我在2022年疫情期間 回香港要在酒店隔離7天寫的 主要是講很多所需集聯無章的景象 到最後就是聚焦在被困酒店房內的心境 看到這裏的讀者 都應該看得出我這首詩是用了之前介紹的兩個技巧 好,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多謝榜長 下集再見